风之丽金 来上远 来了不知其貌不扬 害怕不高兴格倔强 不为权贵不卑不扛 咱要高小兵啊 哎呦我先干嘛呢你啊 哪里 干啥呢 老爷 现在小品不好演 你不这么整 观众不鼓掌 词言诧语 今天来的都是有品位的人 都是高尚的人 怎么可能观看热闹不鼓掌呢 不光鼓掌还喊好呢 不光喊好还尖叫呢 你看看你看看 太厉害了 夫人呢 在后边呢 哎呦坏了坏了坏了 我说老爷咱们没等夫人 夫人一定会生气 那个那个她一发脾气 您还得给她跪下 不可能了 老爷我今非昔比 如今我是七品之线 怎么可能还给夫人下跪呢 放心绝对不可能了 老爷 真不跪了 真不跪了 老爷 夫人到 在哪呢 哎呀 老爷 老爷 你掉坑里了 你吓呀 我这下掉坑 我走累了 跪下歇会儿 管得着吗 老爷 夫人都生气了 您还不过去 给夫人赔个不是 哦 对对对 夫人 今天老爷我上任 甚至兴奋 把你在后边这件事给忘了 请夫人多多原谅 你们这些男人呢 真是结婚前一个样 结婚后又一个样 结婚前 你是屁颠屁颠的跟我后边跑 结婚后我是屁颠屁颠的跟你后边跑 我现在可是身怀六甲的人 你怎么不知道等等我呢 那个 男的应该绅士你懂吗 夫人让你们几个都绅士点呢 老爷 说您呢 夫人 绅士是什么东东 亏你还是个欺品之县 什么是绅士你都不懂 告诉你吧 这个绅士啊 他就是 我也不懂 好了好了好了 看这没出事的小老爷份上 今儿我就原谅你了 多谢夫人 老爷 新奉献到啊 哦 你看那金色的麦朗 要逃红脑 红脑要逃 他是欢迎你 他们是在说我拼不经缘 把关生啊 老爷份上 老爷份上 很窗口的誓言者 没想到 好 要逃红脑要逃红脑 又尽且做了一名 小小先铃 半年前在歌唱 我的文章子一流风鸣啊 白头像 照顾黄发 最后一名 最后就最后一名 谁让咱龙毛长的那个不风筝啊 你看我心像不风流 不光不短正 长得实在是褪难看 放在哪儿都无处中啊 倘若老爷做了大官 朝廷连连会丢进 要做高官 今生休想 谈来生 今生休想啊 谈来生 都是你身怀六脚 交上了好运啊 别陪你此刻 逐渐日照夜朵 要我放出啊 夫人说得即使 不管大官小官只要为老百姓办事 那就是好官 我高小丁可谓是双喜临门啊 没想到在我科考的时候 夫人居然怀下了我的小小弟 我老高的以后不愁没有后了 哎呀 这想一想 我这心里头都高兴啊 夫人 吓得我们老高见 真是伪妻的 老爷说的是哪里话呀 这都是伪妻应该做的 成亲十余仔 没为老爷诞下一男伴侣的 说起来 真是惭愧 老爷 你没怪我吧 我怎么能怪你呢 我感谢夫人还来不及呢 老爷 你还说你没怪夫人呢 你曾经 你曾经就跟我说我夫人是一个光吃神不下蛋的老母鸡 你给我滚毒的 你不说夫人能知道吗 夫人 老爷 他不让我说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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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看天色不早了 咱们还是赶紧进城吧 我是小的门 有 咱们进城 是 慢着 想要进城 你要回答我三个问题 你要是回答的对 我便随你进城 那我要是回答的不对呢 我回我的娘家里进你的城 哎呦 呦 老爷 问题很严重啊 跟你们有什么关系都转过去坐下原地休息 是 夫人 咱们刚才说的好好的 你怎么突然说翻脸就翻脸呢 行 你问吧 第一个问题 只要你跨进清风县这个大门 你就是这县城里最大的官了 身边难免会有人贿赂于你 你能否做一个清廉爱民的父母官呢 呃 这个 老爷 这到底难吗 不难 一点都不难 当官不发财 发财别当官 刘芳千古是清官 一臭万年十三官 我要是不做个两袖清风的好官 都对不起 清风县的三个大字 夫人 二 你才二呢 不是 夫人 第二个问题 如今你当了官 身份变了 身边难免会有美女给你献殷勤 那个时候我也老了 你还能看上我这糟糠之妻吗 对啊 到时候你还能看上夫人这个糟糠之妻吗 你是妇毒机啊 讨厌 夫人真是多虑了 像当年我家境贫寒 夫人心甘情愿的下嫁于我 陪我寒闯苦毒 十年如一日 我能有今天的成就 都是夫人的功劳 我怎么可能建议思迁喜喜厌旧呢 干正事的男人 一定要经得起诱惑 再者说了 我长得既风流又不倜傥 跟个小土豆似的 谁能看上我呀 夫人你放心 我好点就 好呀 我们也好点 夫人你放心 你这脑子长得实在是太丑了 谁要是能看上他那个人的眼 你肯定瞎了 当然了 夫人你除外 夫人 鞭子就在你手里转了 你什么时候想抽 我什么时候就转 我永远都是你的小陀螺 好 夫人 最后一个问题 老爷 你听我说 你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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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的表叔 哈哈哈 错了 自从我家给你 老小弟 真正十年 没法太自舍 让你回来 帮我来愿 咚咚 婆婆 记得快发疯 唱片谣言 让我摇了谁 让你能抬头听胸 摇红红 我问问你 倘若我到如今还没回了云 你是否依然爱我 一时一生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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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一个人能找到相濡以沫的例外呢 人生之大幸事也 夫人 如果你没有孩子 咱们可以抱养一个也无方嘛 有没有后 又能怎么样 只要你恩我爱健健康康 这比什么都重要 夫人 你放心 不管有没有孩子 我都是与夫人同甘苦共患难 永结同心 白头到老 好 夫人 唱吧 像当年 我见了夫人的面 我拉着你的手啊 我拉着你的手啊 太开心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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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从见到你的那一刻起 这中情我都爱上了你 月桥千铺线我们拴在一起 你离不开我 我离不开你 我们神圣寺寺寺圣寸永远在一起 死了都要爱 不哭到微笑不痛快 宇宙毁灭 心爱在 这可都是你说的 但是我说的了 你不反悔 绝不反悔 谁来作证 我们的好样 拿好行李 咱们进城 太少了 终于进城了 不容易 你说我容易吗 不容易 这就靠世过关 太难 夫人 这什么意思 我根本就没怀孕 看来只能听老爷的咱们抱养一个了 老爷 你别生气 我没生气 那你哭啥呀 我哭了吗 哭了 可是谁不哭啊 老爷 原谅为妻跟你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我这门座都是让你没有后顾之忧的去科考 如今你上任了 我就没必要再瞒你了 希望老爷能对得起朝廷 做一个百姓拥戴的好官 夫人 你抬过分了 夫人 你怎么能欺骗老爷呢 老爷 没想到夫人还真是个光吃神不下蛋的老母鸡 老爷 你说话 有没有我帮你削他 我削你 放肆 怎么说话呢 真的什么 老爷 我最爱这不下蛋的老母鸡 哎呀 夫人 行了行了 你看天色不早了 咱们赶紧进城吧 我说小子们 有 进城 哎 对 听夫人的 咱们进城 夫人 你这个玩笑开的可有点大 哈哈哈哈 啊